50年前的7月20日 美国太空人阿姆斯特朗、巴兹和科林斯成功在登陆月球 在月球上留下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脚印 然而这一趟伟大的登月行动其实是波折重重的 美国的科学家虽然已经计算了无数的方程式 进行了无数次的试飞 但是这一切都只是纸上谈兵 大家都没有百分百的信心能够成功登陆月球 为此时任总统尼克松 他是事先就准备好了悲痛的登月道词 一旦登月计划失败 那么总统将会公开念出道词 而这三位克死异乡的太空人 也会从此在月球上长眠 那这三位太空人 他们是带着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心态 坐上了太空船 最后还是排除了外难 成功登陆了月球 在这重要的一天 就让我们重温一下50年前 这项人类天文史上最重要的创举 牵上太空服务 这些太空人带着全球的期待 走进了太空舱 阿波罗11号正式发射 在太空中度过两天之后 这些太空人只被好在月球上登陆 而全球人也通过寡火和电视 并熄等待着历史性的一刻 在朦胧的画面中 可以看见太空人阿姆斯特朗 缓缓地走出了太空船 踏出了人类在月球上的第一个脚印 而阿姆斯特朗也留下了这一只千古名言 这些太空人随后也成功地安全折返地球 他们的归来也获得热烈欢迎 登月的壮志如今已经是过了半个世纪 那全球各地也发动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 俄罗斯也发射了一只火箭 载着来自不同国家的三名太空人 前往国际太空站 为第一次登陆月球的三位太空人致敬 而在美国那里 阿姆斯特朗的家乡俄亥州 也举办了一场名为 向月球奔跑的进跑赛事 让参赛者可以免费参观 当地的天文博物馆 只不过对这些参赛者来说 他们只不在参赛 而是与民众一起感受这一段重要的历史 站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上 世人终于看清了月球的真面目 而他们踏出全人类的一大步 更是象征着人类为了探索 未知领域 不畏生死的冒险精神